IGS要是敢说的没有这件合金弹头,谁都不会相信 Hello大家好,我是不死鸟秦玄 前几天在模拟器里偶然找到了一款以前我从来没有玩过的横板设计游戏 叫魔玉战线,进入游戏之后我有点疑惑,确定不是合金弹头 再仔细看这个游戏是IGS在2002年发行的 IGS相信大部分有过街机室经历的朋友肯定是熟悉的 他制作的西游社传和三国战绩几乎是2000年之后每个街机厅里的标配 这两款游戏里RPG元素的引入改变了传统横板动作过关游戏相对单一的体验 终结了名将吞噬天地2,恐龙快达等等游戏在街机室里的统治地位 我至今记得当年放学之后在街机室里 好多人为了我而把三国战绩围在街机台旁边等待的情形 众所周知,IGS的吸收再创造能力是相当强的 当年西游社传与三国战绩的RPG元素其实并不是他首创 明显受到了卡布空的两款里程碑式的街机游戏 龙域地下城毁灭之塔与龙域地下城空谷阴影的影响 在保留了这两款游戏精华的前提之下 又加入了招式系统,必杀技系统 并精心的设计了大量的隐藏要素 刺激玩家重复探索 骗取了大量的投币,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很明显IGS也想借借SNK在合金弹头系列上的成功经验 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款要和大家介绍的魔域战绩 可能是因为昆明这个大山寨比较落后的原因 街机室里的游戏更新速度都非常的慢 这款游戏我之前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至少在我去过的街机厅里是没有的 而言归正传 初步体验这个游戏以后给人的感觉就是 IGS要是敢说你没有借件合金弹头 谁都不会相信 远程用枪 近身后自动切换为近战武器的作战方式 细血的游戏风格 美术设计 弹药类型的配置 以及隐藏要素的设置思路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这个游戏 简直可以说是用倒模的方式在借鉴 如果让一个没有玩过的朋友 只看截图的话 多半以为 这个就是合金弹头的相关做法 当然IGS也不至于 纯粹做个幻皮游戏就来坑钱 这点节操它还是有的 而且毕竟当时 合金弹头系列还正是大热的时候 过于直白的借鉴 估计吃相也有点难看 所以IGS还是在系统上做了一定的改动 它没有采用合金弹头系列标志性的载具系统和 俘虏营救 反而加入了宠物 升级和联机 这三个系统 增加游戏自身的特色 宠物系统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功能 第1个是宠物攻击 通过长按A键蓄力 可以发动宠物攻击 根据所选角色的不同 从宠物攻击的方式也不一样 第2个是宠物护盾 按下C键宠物会变成角色的护盾 这个护盾能够抵挡大部分的直接伤害 被攻击的判定区域也会变大 在护盾释放期间 如果被击中的话 就会消耗宠物的能量 当这个护盾的能量到0的时候 这个宠物就会消失掉 然后丧失 宠物的所有功能 除非角色重生才会再度出现这个宠物 然后在游戏的过程里面 可以通过吃水晶的方式来补充这个护盾的能量 第3个是宠物的合体攻击 就是当两个角色站在一起 然后同时 发动宠物攻击的时候 就会释放这个宠物合作剂 效果类似于弹幕设计游戏里的全屏保险 但是由于我是一个人玩的 所以暂时没有体验到这个功能 宠物系统可以说是魔域战线的核心 想要在游戏里获取更高的分数 或者进行像无伤通关这样的挑战的话 熟练掌握宠物系统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相较于宠物系统 升级系统就显得比较直白了 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击杀敌人提高 武器额和宠物的等级 以加强武器的攻击力和宠物攻击的效率 武器等级的提升是通过武器的远程击杀 获得的宠物等级的提升 则是通过宠物攻击和近战攻击击杀获得 连击系统就更是 简单粗拨 在游戏的过程中只要持续输出就可以形成连击 三种攻击方式 产生的连击能量的大小是不同的 在每个关卡的最后最高的连击数 会乘以1000 加入到总分当中 聪明的小伙伴肯定现在 一听就明白 其实这个就是为了补充没有被借鉴的 核心弹头里面 营救俘虏之后的通关加分 整个游戏的流程 一共有五个普通关卡和 一个隐藏关卡 在五个普通关卡的通关过程中 需要取得每一关的隐藏钥匙 然后在同一关用钥匙 将同样是隐藏物品的盛器打开 只有五个关卡都达成同样的条件 才能进入隐藏关卡 和最终boss对战 凌接完整结局 如果没有满足以上条件的话 就只会出现一般的结局 这个设计不得不说就是为了 片头必亮 因为游戏中包含了许多隐藏要错 和分支路线 不熟悉关卡设计的 玩家很容易就会 错过钥匙和生气 要真的是在接机室里面 想要打出最终结局的话 那肯定要花不少游戏 必须才能熟悉整个流程的 关卡才能做到 游戏里面共有四个角色 可以选择 由于我玩的时间不是很长 个人感觉就是 这四个角色本身 没有什么能力上的差异 主要的差别还是体现在 宠物的攻击模式上 四个角色的 宠物攻击按照 四种属性设计 攻击效果和判定 范围的差别 很大 从而导致了各个角色之间 存在严重的 不平衡 游戏的 boss战的部分 是我感觉 比较无趣的一个环节吧 boss战的过程中 会根据boss受伤害的程度不同 分为大概三个攻击阶段 但是大部分boss 各阶段的攻击手段变化 并不是很大 很容易摸清套路 相较于之前闯关的过程 boss战 让你觉得有一些无聊 总体来说 魔域战线 是以合金弹头为模板 结合了自身特色 有爆款潜质的一款 动作设计游戏 系统方面 因为要避嫌在 剔除了合金弹头的要素之后 因为 宠物系统的加入 也还算是有亮点 不过相较于同样是 借鉴系出身的 西游式二传 和三国战绩 游戏的内容 丰富度 要低一些 而且大概是因为伴随着街机市场在进入新世纪后 整体性的没落 魔域战线并没有成为街机市里的热门 IGS想要打造另外一个爆款IP的想法也最终落空了 这个游戏没有迎来 或许会更加优秀的续作 或者是像西游式二传三国战绩那样 丰富的改版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 有什么意见 或者视频中有什么错漏的地方 希望大家在下方 给我留言 喜欢这个视频内容的朋友 希望能点个赞 并关注我 作为一个新的UP主 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好的 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再见